那再来勒 讲到人与大自然 也就是宇宙的关系 事实证明了 科技越来越发达 那物质享受大幅提升了 可是人的心却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疏离 普遍缺乏安全感 你看在健身房很多 公园都有在那边练拳 运动的 学校都有 大家都会锻炼身体 很少人会锻炼心灵 所以心灵很脆弱 有一个违缘逆境发生 自己就崩溃 所以现在你看中国大陆的医学调查 有一亿多人 得到精神关能的疾病 忧郁症 强迫症 躁郁症 13比1 你看看 光中国大陆 心灵是可以锻炼的 佛法就是锻炼心灵的 可惜现在并不是国家 来有普及有系统 让大家来接触佛法的时代 所以大家可以随缘尽力去接触 2010年澳洲雪梨量子力学科学会议 各国学者专家与会 大家那时候在讨论2012会不会有世界末日的末日现象 大家在那边猜 可是美国的量子力学家布莱登他讲一句话 他说灾难并不是很可怕 真正可怕是人心 人的心会改变物质现象 这句话跟佛法讲得不谋而合 佛法讲恶业赶召起来 供业赶召起来 也就是我们这个大环境 像地球的暖化 有台风 地震 海啸 那当然这个气象学家 科学家 地质学家 会有他们专业的解释 但是依佛法的一个面向来看 它倒是大家的工业把它召赶来的 包括禽流感 狂牛症 如果一个人贪心 贪心的人很强 很多在一起 大家都在那边互相的贪来贪去的 会有很多的水灾 如果大家都是嗔恨心 小事情就不原谅 你看现在这个新闻上报 稍微车子擦撞 就拿棒球棍 就拿一些武器要来打对方 这种称心不去遏止他 不去调伏他 这种人越来越多 战争就多 火灾就多 战火就不停 邪见就是愚痴 现在很多都是自己想 自己就对了 自己想自己对 在佛法叫愚痴 愚痴就是邪见 它不是正式正见 邪见的人多 台风就多 风灾就多 所以地震 在台湾很怕地震 最近有预言 可能会有地震 又有人在那里传 如果真的有的话 大家应该改变自己的心 有一个慈悲心 包容的心 祥和的心 利他的心去发出这样的心念 地震就是傲慢的人多 自己最棒看不起别人的多 地震就多 在佛法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怕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不清静 不祥和 不平安 应该先检视自己这个小宇宙 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小宇宙 小宇宙出问题了 大家会产生强大的磁场 强大的力量 遭感大的灾磁节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